今天中午过后的这个午后对流云气影响了一场大雷雨之后啊 台北市新医区有不少的地方都是淹水的情形 像是在这个松仁路的六河里这边 可以看到这个雨啊 雨水已经把这个整个地面都已经淹起来 而且一度呢是淹到了民众的小腿肚上面 另外呢像是在五星街还有中校东路四段的巷弄里面呢 这个水呢也是来得又猛又急 那么目前呢虽然雨是已经停了 但是这个水啊是慢慢的在退去当中 那么虽然说地面上已经没有水了 但是水沟里面的水呢还是非常的湍急了 甚至呢在这个信义区的这个脸书社团里面 也可以看到很多段的这个淹水的画面 像是水淹过半个轮胎高 还有民众呢是说他去买个牛肉面 这个三分钟之后呢 水就整个淹进到店家里面 那么目前呢虽然说屋外已经雨是已经停了 但是屋内的淹水情形 也让居民在这个雨后呢 是要忙着做这个清洁的工作 因为这个雨啊来得又急又快 导致这个店内呢可能有一些泥沙 以及淤积需要做事后的清洁 而我们也会在现场为你持续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